张杰送三位挑战者进总决赛获载最佳助攻杰 张杰作为天籁之战第二季新加入的唱将,在所有天籁唱将中是出战次数最多的一位,战绩累累,张杰在经过世界巡演和几档音乐节目的锤炼后,唱功愈佳优异 在本季天籁之战中,演唱的俄语经典高音歌曲《星星》和改编的川卫火锅底料等等歌曲都很受热议 本周六晚二十点三十分天籁之战第二季将迎来总决赛,值得一提的是,总决赛的四位挑战者中有三位都是由张杰助攻晋级的 经过与张杰的两次对决,李光直通总决赛 两人的第一次对决,让刚一站上天籁之战舞台的张杰就尝到了失败的感觉 按照节目规则,首轮挑战成功的素人歌手,拥有主动选择权,李光并没有见好就收,仍然在此选择挑战张杰 在第三期节目中,两人二度交锋,最终张杰惜败李光,送李光直接进入总决赛 为老乡保驾护航,让张梦宇率先挺进四强 回顾第一轮半决赛,张杰助力张梦宇挑战从未有过的嘻哈说唱,给观众带来了热辣十足的川味 rap火薄底料,令现场所有人都为之惊喜 张梦宇更是战胜被大家认为是冠军有利人选的叶炳环,成功晋级总决赛 并且张杰为了让张梦宇更加自信,还把他带去了自己的演唱会彩排现场找感觉 帮他修正唱枪传授台风,直到录制之前还在跟张梦宇讲掉镜头感 帮耿思汉拿到最后一张入场券 节目中,张杰耿思汉两人一拍集合选中了经典动漫灌篮高手的主题曲 好想大声说爱你 为了帮助耿思汉寻找感觉,张杰不仅与耿思汉一起去打篮球 而且由于在现场,乐器的演奏必须达到十分熟练的程度才可以上台演出 还为了能够将当晚的表演达到最完美的程度,张杰现学架子鼓,甚至彻夜练习,磨破手掌打坏鼓棒也毫不畏惧,丝毫没有放弃的意思 对此,耿思汉也十分佩服张杰,杰哥真的太有活力,舞台上也十分带动我的情绪 还专门为我献学架子鼓,让我对热血也有了更深的感受 本周六晚的总决赛,李光、张梦宇、耿思汉三位与张杰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挑战者 张杰该何去何从,着实引人期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